歡迎收看二分之一牆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老梁啊 你跟Stacy的相處算是和諧那一種 還是她會對你軍事交流 當然她有一些看不慣的地方 對不對 比如說一下說我們頭髮太長 指甲沒剪 肚子那麼大也不去運動 對不對 我真的不知道她到底在幹什麼 她只是說出大家的想法 什麼大家的想法 那乾脆她像那個狗一樣 丟一顆球叫我去撿好不好 Go Fitch 幹什麼 有必要這樣嗎 你看 這就是你的反射動作 Go Fitch 我怎麼有一個本能的反應要撲出去 而且你還會用嘴巴咬回來給他 對啊 怎麼會這樣 這就代表你的 另外一半對你軍事教育 是 所以今天我們就請到了 他帶身邊的男人 比帶海軍陸戰隊還嚴格 歡迎我們的女人團代表 歡迎三位 歡迎 當然對面被管教到已經無法呼吸 明天就要往生 我們的聯合國型男 歡迎六位 歡迎 這麼快 不管是夫妻或是情侶間 為了約束另一半 都會定下一些規則 今天的外國型男與來賓們 承定下哪些奇怪的規定 或被哪些規定約束呢 其實有時候有紀律也是好的 沒有壞事 但是這個 在一起跟當兵一樣 這有什麼意義啊 沒有 有一些規定OK啦 但是如果說真的 另外一半是非常重視生活紀律的話 其實相處起來 真的還滿像在當兵的 會 有沒有 會 會嚇死人耶 我之前交給一個女朋友 我跟你講 我去她家過夜 早上七八點 她就進來那個房間 空空空空 空空 起來 起來 我也差點唱果歌 你知道嗎 她是不是在你旁邊說 起來 你怎麼還在睡 對 就很誇張 她說好 我要去做那個早餐 你趕快弄這個 整理這個床耶 我還要起來 整理床啊 什麼的 好 已經弄好了 她說好 過來吃啊 我說好 我先刷個牙 她說 過來吃啊 刷牙 刷什麼牙 妳是先擦屁股再刷牙嗎 當然是來吃飯耶 好 好 好 就過去吃飯 好啦 就後來就換我們要 終於可以刷牙嘛 刷牙也要關耶 也要關耶 因為我是 我是會積上去 然後再沖水 再刷 再沖水 她看我這個 這個也不對喔 這個也不對喔 她說 你看 你沖什麼水 當然是先積上去 刷 再沖水 你沖兩次 你現在桃園在缺水 就是你是個爛人害的 就是你啊 害桃園缺水 為你們不要那麼浪費咧 每個人的故事聽起來 每次故事聽起來沒什麼 完全就是 他的動作 還有他 還有賈斯汀浮誇的褲子 對 是不是 對啊 馬丁有嗎 你老婆對你會嗎 會啦 一定有的啦 那我覺得比較不合理的 是一件事情 就是他有規定說 因為他就是覺得 因為洗完那個浴巾 就會很濕 然後他就是覺得 我那麼大一支 如果我先洗 那整個浴巾就濕了 所以他就不能用 我用那個濕的就沒擦 他就是覺得 那另外一個也是說 有一次他進來 我在就是我在洗澡的時候 他進來然後 檢查一下 我 這麼神啊 預備 不是 不是 不是神 是因為我擠了一下 然後洗洗洗 他就是覺得 這樣子不行 因為他就是覺得 我那麼大一支 手長腳長啊 我擠一下而已 那個一下而已 那我洗到腳 他覺得你洗不乾淨嗎 洗不乾淨 所以他就是規定 我一定就是至少要三下 才可以洗澡 洗到脫皮 對 這個好妙喔 因為他還在洗澡有時候很敷衍 怕他沒洗乾淨啊 可是我第一次聽了 說怕一滴洗不乾淨 要擠三滴 那你買濃縮的 那柏文呢 蔡柏文你要擠幾下 我 我欠女朋友的規定是 晚上 睡覺前一定要洗澡 大家的 這有需要規定嗎 對 沒有 我上次玩的時候 你說你都是早上耶 我記得了 他說他都 那個時候我們就在英國 然後我們那邊就早上洗澡 因為早上洗澡 就精神很好 很舒服 對 但是他呢 他就不能接受 他就每次就對這個東西 都會跟我吵架 那我做什麼 我就騙他了 你知道 我有一時候 我就進去廁所 或者睡打開 有生意 然後我家長 我洗澡 但是呢 你知道 有一次他進去了 看說為什麼都乾乾的 然後眼睛插我的毛巾 然後說 你騙我啦 你沒有洗澡 我說 拜託呢 為什麼 為了這個事情要吵架 之後呢 你知道他每次晚上 要陪我一起去洗澡 或是會檢查我的毛巾 就很麻煩 蛤 好嚴格喔 因為你知道 他這個只有在電影情節裡面 才會發生耶 就是色狼不是把那個人家那個 軟禁在裡面 那個女的就說 好 那我先去洗澡 然後偷偷把水打開 然後打電話求救 對 對 你都在看什麼 這普通的電影 這應該是波蘭街十三妹的 類似這樣的劇情 他們要先人跳那個豬哥嘛 對不對 我記得 可是我覺得這樣子很合理 你們是睡同一個床嗎 對啊 對啊 那很合理啊 誰要跟一個髒鬼水在一起 睡前是真的 不是 說不定他沒有流汗啊 不是 流不流汗 你一整天出去在外面那什麼 你走上行就怎麼樣嗎 沒有 除非你一整天都待在家 那你可以不用洗 可是你出去就會接觸到髒空氣 什麼有的沒有 待在家 皮膚也會出油 有一些老皮胃 老人物 老皮胃 對啊 我老公也很愛管我們 全家大小廁所裡面的事情 因為我老公他就是規定我們洗澡 全家人都一樣 要從 而且腳是要先在外面衝完 才可以踏進浴缸 不管是你的廁所 就是外面 這位馬桶 就是你的腳先踩到馬桶裡面 先洗 對啊 在馬桶 什麼啊 神經 然後再沖水 這麼高剛 你要進浴缸洗了 為什麼還要洗乾淨 因為他就覺得浴缸 他有可能會接水用來泡澡 所以他不希望浴缸裡面 就是會沾到腳底的一些 戲劇哪髒 超一張的 他覺得人的身體腳底是最髒的 那是因為他自己腳很臭 然後他就覺得全家人的腳都跟他一樣臭一樣髒 然後腳常常下面會有一些鞋子的垢 他很不喜歡踩到浴缸裡面 然後有時候浴缸又要放水泡著 他就會覺得很噁心 對 襪子什麼 但是我就會讓小孩先進浴缸衝 他就不願意 他就說出去 你先把腳洗乾淨才能進來 然後他的順序就是先從腳 然後開始洗下半身 下體 都洗乾淨之後呢 開始從頭這樣子 他就規定我們全家都要這樣 他有一件事我想問大家 如果今天你已經要泡澡了 會在泡澡前洗澡的請舉軒 會 一定要啊 我也會 不然太噁了吧 不會 不會 好噁喔 其實我應該是想法 我應該會先泡澡 然後洗澡 我們小時候我先泡這個水 泡舒服之後 我們再把那個髒水已經弄掉 重新再洗 反正就會有兩道工序就對了 對 但不會先洗 他們是反著來的 對 沒有 因為你泡澡完 也是一定要沖個水 至少 因為如果你用很多那個什麼泡泡 沃浴乳那種 當然還是要沖一下 我了解 那哈哈你是 沒有在泡澡 因為沒有他散水的浴缸 沒有 不進去了 沒有 有我散水的浴缸 夠長喔 夠長 但還好吧 那個水不會多髒啊 你泡完起來其實 用毛巾擦一擦就OK了 你不再沖了 不用了 不用再沖了 那你怎麼泡泡 我本身洗澡就很少在用肥皂的 真的喔 所以你就是相飛就對了 我其實身上是香香的 OK 你用清水洗喔 那不可能啊 對啊 很省 其實一個禮拜大概會有兩天 用肥皂 其實我覺得你們都還好 我過著才是軍旅的生活 怎麼可能 你知道我們家 我老公有潔癖到我們家的餐桌 除了吃飯的時候 手可以在上面 吃完之後擦乾淨 其他時間任何東西 不可以放在餐桌上 小朋友的手 不能摸到餐桌 他有說小朋友放學會回來 不是手碰一下 然後拿個東西什麼 不行 你們家桌子是會留指紋是不是 對 因為上面是 玻璃 他就為了要那個閃閃發光的樣子 而且他怕你們要摸 他把桌子通電 沒有那麼嚴重 不是 也是一個禮拜 摸上去就電到 不是 這個也是一個禮拜 你們老公好奇怪 而且你老公好喜歡用那個鋼琴 彈人家的名字喔 真的有什麼關係啦 對 他有彈過你的名字嗎 現在就在彈了 你看 聽不出來對不對 小哈 然後我如果沒有回應他 大家會生氣 你老公真的好奇怪 他真的很奇怪 好 桌子是一件事 有指紋 他必須要我們把它擦掉 另外就是床鋪 我們家床鋪是他跌 因為沒有人跌床 有達到他的標準 都會被他打槍重跌 所以我們家床鋪是他跌 可是他 他跌完之後 就不准我們再上床睡覺 就是譬如說早上跌好了 我們不能在床上躺下 所以你只能在旁邊睡 對 然後就不能 我要跟你講 我們家跌床的標準 我們家每天 每天床鋪都是這樣子 那誰要跌 他跌 他跌啊 好就好在他跌 然後跌完之後 每天要保持這樣 然後有的時候我會 妳為什麼要偷新藝房屋的影片 真的 這在我們家啦 太不像真人類似的 像不像新藝房屋的照片 可是有時候真的送完小燕 會想回來再睡一下回龍覺 對啊 有時候想說下午錄影前 妳中午瞇一下 下午再去錄影對不對 那妳把他撲回去他會發現嗎 我沒有辦法撲得跟燙過的床單一樣 我真的沒他那個功力 然後有一次我就是在小朋友的床上 就想說等一下錄影我瞇一下 結果瞇過頭 我就趕快起來化妝什麼 我就去錄影 我忘記把那個床單 撲一下 結果我老公就傳了一張 把那個照片 那個床的照片拍了一張 然後傳給我 然後留了一個言說 請妳以後不要把床弄成這樣 好嗎 妳就留給他說 老公 家裡鬧住了 那什麼鬼 妳這個才幼稚 這也是一個方法耶 對啊 對 所以我現在如果想要瞇一下 我只能睡在我們家的皮沙發 因為皮沙發不太會重 或者是窗台旁邊有一個櫃子 上面有個墊子睡在窗台 天氣睡在皮沙發上 對 或是窗台上 有氣把也可以 這樣很像寵物耶 佩潔妳會嗎 我其實還滿認同 阿建老師的照片 妳要用什麼意思 因為我本身也是有強迫症的人 像我很受不了看到男生 衣服就是從陽台收了以後 不把分類分好 然後不折回去 因為很多男生我發現 就是收完衣服 就是直接丟在床上 或者是衣櫥裡面 然後要穿就這樣一件拿起來穿 可是那都是皺的 而且你沒有分類好 你怎麼會知道衣服在哪裡 只會越跌越高 所以我自己也有按照 這是我的折法 彩虹耶 就是我會按照材質 然後還有像這個 這邊就都條紋的 然後這邊就是比較輕的毛衣 這個形狀妳會選 任何的分類 只要能分 我就會把它分得很清楚 所以我絕對不會找不到東西 可是也因為這樣 所以我覺得我做事 比較有效率一點 還有我不太能接受別人在我身邊 吃蛋卷這種東西 因為蛋卷真的很容易掉屑屑 然後有一次 我就是跟男朋友在家裡看電視 我們約好要一起看一部 很好看他也覺得 我也會想看的電影 從後到尾 他在看電視 家瑜 你姐你在看電視 我是這樣盯著他的 好恐怖喔 因為他在吃蛋卷 然後他只要一掉屑屑 我就拿著那個黏黏的滾輪 然後就這樣幫他黏起來 我說沒關係 然後他就會覺得說 你這樣你都沒有看到 我說沒關係你先看 你吃完我再看 各位型男 請問你們覺得 他需要接受精神治療的情緒圈 這種我會故意弄他 像我姐也是 超會有點被刺 怎麼樣 他怎麼了 就是那個蛋卷也是 他就只要掉閘道 我在他家吃蛋卷 然後就會掉到沙發上面 他就一直在那邊撿 一直撿 對啊 我就直接蛋卷咬一口 然後對著他 屁這樣 然後就有很多蛋卷 就撒在他臉上 這很幼稚 真的